大家好,这里是宋世新,这两天关于LK99正经的消息是越来越少了,所以我也开始穿插做其他节目了,像咱们直播上的这个大号默默博主的他这个更新也基本上停了,都在等待打消息是吧,但是实际上在韩国的股市还是很疯狂的,我们看一下,这是韩国的在油管平台上的一些24小时内的视频,你看都是些什么,全是股票相关的, 很疯狂啊,都在说大家,他制造各种各样的消息,说10月13号星期五,今天啊,这个李诗培要发公告了,超到的股东必看,然后呢,你看这个叫金迪股票电视啊,他发过很多这样的消息啊,有很多都是假的,韩国的股民啊,被这个不能叫困在这股市里边啊,很多因为这个超到进入股市的这些韩国股民,很多都亏损很严重啊,那现在呢,还有人是在 继续忽悠啊,他们在这个进入这个超到的这个板块,你看这各种各样的标题,LK99诽谤者被捕,不用担心相关股票,给大家打气呢,是吧,这都是不正经的啊,这个自媒体者啊,但是他们是股票从业人员,咱们也只能是,是这么说了啊,呃,这些内容我基本上也是不大看的啊,一个是本来我也听不懂他们说话,第二个呢,你算翻译过来看,全是股票相关的啊, 但是呢,呃,有一位叫金人机博士啊,哎,他的这个评论还是很有意思的,啊,今天呢,我看他的脸书上呢,又更新了一些内容,我们简单看一下,哎,这是他脸书上啊,更新的内容,呃,他介绍了一本书啊,那这本书呢,一开始我还以为开玩笑的,就叫史文超导啊,就叫史文超导,大家看到了吧,room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ng,后来一看啊,亚马逊上真有卖这本书的啊, 啊,四十多刀吧,呃,这本书啊,呃,应该说是,呃,可能是比较,不能说唯一的,可能也算第一,比较靠前的几本,专门谈论这个史文下超导的这么一个著作啊,呃,他的作者呢是,呃,叫Andre March Kang,啊,他是剑桥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啊,呃,这是2004年出版的一本书, 啊,他全面介绍了这个高文超导的研究进展,那重点讨论了,如何实现这个史文超导,那当然金博士啊,他评论这本书呢,他主要是谈什么呢,谈这个争议啊,是吧,他说呢,下班前呢,他草草的翻了一本这本书,书写的不错啊,这个枯波电子字啊,他的这些这个直观表达也描绘的很好,但是这本书啊,他说在这本书之外,LP99争议的核心在于呢,化学专业的人,在量子力学, 方面存在很多误解,因此啊,常常对正确的内容产生奇怪的解释,这对量子力学呢,是在误解,也很难与物理学家进行对话,他讲了他的看法,呃,那关于这本书啊,还是,我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介绍的内容,还是比较全面的啊,比如说,呃,他概述了高温超导的各种途径,像电子生子的这个交互作用,电子关联效应,呃,还讨论了氢化物,碳化物,氧化物,以及重非米子, 在不同材料实现高温超导的可能性,另外呢,提出了一个多代的超导理论,解释了某些超导体的趋势,呃,可以说全面综述了这个高温超导的进展,那当然了,这是2004年出版的啊,那这近十几年来的这个,呃,高温超导的研究啊,其实也取得了,呃,不少的这个进步啊,包括目前正在,呃,有争议的热点,就是LK99实现的史文超导,所以这本书啊,可能对于,呃,想要去 了解LK99以及这个高温超导,史文超导的朋友来说呢,呃,估计还是有用的,但是呢,估计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说,对他们来说,有些里边的知识啊,可能也都是常识了,这是2004年出版那本书,大概是43没到啊,呃,讲完这个金博士的这个,面书啊,这帖子呢,我们还是回来,看一篇有意思的论文啊, 啊,呃,就比较,呃,这个正经了,比较正经了,他怎么叫比较正经了呢,呃,他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超导的,这么一本啊,这个这么一篇论文啊,是剑桥大学的一篇论文啊,应该说是剑桥大学领衔的吧,那这篇论文啊,实际上是由五家机构合作的啊,五家机构啊,呃, 他的第一作者呢,叫,呃,Capio de Louis,呃,来自剑桥大学材料系,通讯作者呢,叫Chris J. Pickard,呃,他是剑桥大学材料系和日本东北大学的教授啊,他在计算材料,呃,这个方面很有建设,其他作者呢,分别来自于,呃,剑桥大学,东北大学,呃,奥地利·格拉兹技术大学和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啊,这些单位, 五家机构啊,合作的,那论文呢,现在是先发表在了Archive上,还没有正式在,这个Peer Review期刊上发表,呃,那研究工作呢,他还是基于,呃,第一性的原理计算,还没有,也没有实验结果,那这个论文啊,就属于利用计算手段,发现新材料的这种预测性工作,呃,这个整个研究工作啊,是由,呃,Intellectual Ventures和Deep Science Fund资助的啊,呃, 研究团队呢,是在计算材料设计,呃,预测性材料方面还是有很强能力的,呃,就论文啊,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创新性的思路,去获得这个,长压压的高温超导,Hydride啊,呃,我们看一下论文的这个内容吧,呃, 那论文的题目叫什么呢,叫,呃,Feasible Road to High Temperature, Ambient Pressure,Hydride Superconductivity,高温长压氢化物的,超导的可行途径,呃,呃, 那么这个工作啊,他们这篇论文的工作呢,他支持了这个叫,呃,Hcraft在,呃,1983年提到的一个讲述,就是轻在特定的环境下,可以是材料,长压实现,高温超导,呃,那这个,Neo W Ashcraft呢,是美国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, 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啊,是凝聚他物理,呃,他在1968年啊,就预测氢在高压下,可以实现金属化,并出现超导,那在1983年呢,他与CJ Carson呢,合作提出啊,通过引入掺杂,可以降低超导氢所需的压力,呃,这个化学预压的概念,对于后来的这个高温超导,对这个Hybrid研究啊,是有重大奇葩意义的,实际上呢,引入超,引入这个掺杂,呃,实现这个, 这个降低压力的这个,这个理论啊,RK99也是这个理论的,我觉得也是这个理论的践行者,啊,这篇论文的编号呢,是2310.07562,啊,我会把链接呢,发在,呃,视频的下方啊,呃,主要前面我说了,他是探讨啊,如果在长温超压下,获得高温超导的氢化物材料,他用计算方法呢,预测了一种新的立方精细的氢化物,啊,就每21氢6, 他在长温超压下呢,有往达到160K的超导关键温度,比较高了,哈哈,当然说室温还还还差一些,那160K,呃,一百零下110多度嘛,那这个,每21氢6的结构啊,包含每离子和八面体的这个,这个一氢六三,这个配合物,他的稳定性分析表明呢,他是压稳态的, 那这个论文呢,就提出了,先合成每21氢7,哎,就是大于15G趴的这种热力学下,他是稳定的,然后去处间隙的氢原子得到了每21氢6,哎,差了一个氢原子哦,哎,就得到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,啊,那他们使用这个密度发函数啊, 理论计算了,每21氢6的这个电子生子的作用,发现他具有很高的这个,呃,我和常数啊,那和已知的这个高压,这个超导氢化物是相当的,于是呢,呃,他们也详细分析了每21氢6的这个电子结构和原子间的作用力,提出了提高他稳定性或者超导温度的方法,所以这项工作呢,他就支持了在长温超压下的条件下呢,氢化物实现高温超导的,呃,这种, 呃,这个这个假说吧,或者是,哎,探索呢,这个新的这种超导材料的,呃,这个路径啊,那么论文的前面啊,给大家简单的翻译一下念一下啊,他说呢,第一段啊,他说呢,一种超导材料啊,在低于关键温度TC时呢,表现出零电阻和麦斯纳效应,那这种现象呢,在需要强大的电子铁或无损耗传电的作用中,有许多用途啊,大多数实用的超导体需要用液氢啊, 大概是4K,或者液氮,大概是77K,来达到足够低的温度,从历史上看啊,最高的长温超压材料是,拱被钙同氧化合物啊,那么,其中一种的这个,拱被钙同氧化合物的超导体温度是130K,然后发现一些,氧化铜盐的TC呢,在压力下回升高,但是从那之后呢,还没有发现,呃,TC啊,明显更高的这个氧化铜盐, 第二段呢,是,呃,那根据BCS理论啊,在高温条件下,就是通过500G帕形成的金属氢,预计会是一种超导体,呃,那么Ashcraft和Kerson在1983年提出啊,向氢中引入杂质,可以降低,将氢转化为金属超导像,所需的压强,就前面我们讲的,那这种效应呢, 啊,也可以用化学预压缩来理解,那氢化物的超导啊,仍然处于实现室温超导的前沿,啊,这第三段了啊,那么,硫、铜、液,啊,还要钙的这个高压氢化物已经合成,并显示在远高于100G帕的压强下,实现了关键温度在161到224K之间,啊,这么一个超导,呃, 那计算工作呢,一直在预测高的TC的氢化物,这些工作呢,包含几种方法,第一性原理的结构预测,高通量筛选和机器学习的性质预测,呃,那后边他们讲了他们的搜索方法,他们就是用第一性的原理,然后随机结构搜索,那么随机选择的可能元素组合,然后呢,随机生成不同的进体结构,啊,限定在特定的空间群中,然后对每一种随机结构啊,都进行第一性原理的 计算,哎,通过计算呢,获得理论运测的这个稳定结构,然后再通过高通量的这个,呃,计算筛选呢,对搜索得到的这个大量结构进行筛选,哎,先进行热力学计算,再找出距离这个平衡突包啊,较近的结构,哎,再进行结构优化,计算动力学稳定性,最后呢,计算电子结构,保留技术结构,啊,以及通过这个密度发行理论计算,哎,筛选出,这个,这个 更合适的这个超导,这种高温超导向吧,所以他们现在呢,就通过计算,就搜索出来这种新的立方氢化物,每二一氢六,哎,他在长压下有160K的超导转变温度TC,是理论下啊,这个论文我看了,他们是,只是计算,还没有去做这个实验好像啊, 呃,所以这个,这,这就是个新路子,啊,这个,呃,虽然这个每二一氢六在长压下不是热力学稳定的,但是可以视作一种亚文态,文章提出啊,可以通过另外一个热力学稳定的氢化物,就每二一氢七的高压合成途径,来合成每二一氢六,哎,就是说我刚才说的,高压下生成这个每二一氢,呃,七,是吧, 然后呢,减压,去掉一个氢原子,就生成了每二一氢六,而这个每二一氢六呢,具有超导,还在长温下啊,能能实现稳定,就是在15G帕的压力下,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每二一氢七是热力学稳定的,可以直接合成,然后把压力释放到低压条件,哎,这个就得到了每二一氢六,哎,每二一氢六呢,他虽然不是热力学稳定的,但是可以做一个压文态存在啊,这就是这个 论文里边啊,我盖得到的这个这几点啊,所以这是个挺有意思的,先给点压力,然后释放压力,是吧,然后你就成了,这也符合我们人生的这个锻炼方式,是吧,先给你自我加压,然后呢,跟跑步一样,你腿上拽上沙袋,然后沙袋一拆,你就剑步如飞了,开玩笑的啊, 所以总体来说呢,这个预测啊,为高温超导的这个hybrid材料的合成呢,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可能的途径,呵呵,嗯,那路人们提到,生成这个每二一氢七的时候啊,需要15G帕的大七啊,大家觉得这很高了,实际上这已经降了很低了,那早期的这个高压超导那更高了,高到我们都没法想象了,15G帕啊,依然相当于15万个大七啊,就是, 每平方厘米,大概1500吨的压力,我们不是说以前都喜欢用这种代替了吗,火山爆发,相当于多少个原子弹是吧,那这个,这个压力相当于多少头大象呢,如果大象的四肢啊,实际的承受面积就四条腿啊,我们来算的话呢,嗯,就相当于15万头大象,大概堆跌到一起,大象那个脚承受的压力,大概啊,呵呵,那么,这个论文里边使用的方法呢,就是,呃,这个比较, 复杂的这个计算啊,主要是,呃,目前的这些超导计算里边,产物的方法,他们几乎都用上了,哎,最后呢,他们就得到了,这么一种方式,哎,这种方式呢,他就找到了,理论上,通过计算机,就筛出来一个,160K的,这种,氢化物的,高温超导材料,哎,很有意思, 我就是说,这就是正经的,呵呵呵,研究,LK99的方法,是吧,就是在,呃,氢化物的这个,高压下,研究啊,那么,这是这篇论文,那当然,讲完这篇论文啊,我们实际上呢,还有很多新的啊,就是,类似于,呃,在南京大学的论文发表之后啊,还有其他人,也发表了,类似于,采用卡钩美的那种,六龙柱结构的论文,呃,过两,过一两天吧, 给大家也再介绍一下,这就是今天啊,我们关于,呃,超导啊,以及这个,时文超导啊,这个一些,呃,消息的,给大家简单讲一下,那谢谢大家收看,咱们下期再见,拜拜